今年中华職棒身價最高的自由球員大師兄林志勝 果然連合約也高人一等 他今天正式加盟中信兄弟 簽下了總值高達4500萬元的三年合約 成為中值史上身價最高的球員 精神抖擦的走進記者會現場 這回林志勝不再是LAMIGO球員 由董事長估重量 親自幫他披上中信兄弟的黃色球衣 成為台灣第一個新的自由球員 林志勝不但成為中华職棒首位 轉隊成功的自由球員 還創下中值最高新 三年年薪大概是3600萬 加上每年大概300萬的記憶獎金 所以三年的記憶獎金總共是900萬 所以合約總值最高大概是4500萬 目標就是希望今年可以搶下 從LAMIGO手中搶下總冠軍 成為中信兄弟球員 林志勝先展露要替新東家打拚的決心 但想到支持他12年的桃園球迷 林志勝也感性回應 我有跟他們講說 你們就如果轉到別隊的話 你們就默默的支持我就好 然後喊三政我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因為在球場上 那我很謝謝LAMIGO的球迷 就這12年來的加油鼓勵啊 林志勝動向塵埃落定 不過自由球員市場裡 陳清風的動向沉迷 林志勝該怎麼回應 當初風哥離開桃園他就走的承諾 沒有說他留我留 我很關注他 希望他還可以繼續打下去 畢竟他在我心目中 已經不是像棒球選手這麼簡單了 他的地位已經 沒有人可以超越他 成功行使自由球員全力後 林志勝要先前往美國 做個人存續 加強敏捷跟速度 要不要持續爭取遊擊守衛 以及招牌的31號球衣 大師兄話沒有講死 看得出想先融入球團 以團隊為重的企圖心 至於身為中職指標人物 還有沒有最想破的紀錄 大師兄把矛頭再度對準老東家 我現在想挑戰的就是 拿下總冠軍 我覺得這個東西 比我個人的紀錄還重要 優點TV 楊子健 柔衡話 台北報導